全台湾放颱风架 但是支持我们经济命脉的逐科工程师 能不能够放假也引发讨论 有前逐科主管就表示 部分的员工的确是可以跟着放假 但如果你是需要24小时运作的职位的话 他们还是希望员工能够出勤上班 并且也会提供额外的交通费 加班津贴等等 在员工的权益跟产能之间取得平衡 山途日颱风来袭 颱风架各县市接力 提防民众爽赚一天假 有人逛超市狂扫货 也有人惬意逛百货 人潮涌进KTV一味难求 不过各行各业两样勤 锦销医护服务业 风雨无阻得乖乖出勤 而支撑台湾经济命脉的科技业 由主科员工某文抱怨 表示有主管民事暗示要他出勤 科技业是否有望跟上台风架行列 台风间出勤会给予加班费 部分公司搭乘机车车 滩开逐科台风架人事规定 若工作地居住地及行经区域 已经宣布放假就可以休息 只不过若职位必须24小时 派人在港轮值班 便会核定不休或加班费 及提供车马费给出勤员工 以为之产能 据工程师罪台风架能否拒绝出勤 律师解释台风天牢机法并没有强制规定雇主必须给予有薪休假 若出勤路上不安全可行事退避全部出勤 雇主虽然可以不知心但不能扣全勤奖金 近年劳全意识抬头这回山腿的台风科技业工程师放不放意外掀起讨论 解决日先处报道